李宁有些数据出了 第一季整体平台的同店销售 有20%至30%的低段增长 Eric买了88元 他说现在怎样算呢? 现在怎样算就没得怎样算 我唯有只有一个等字 你看到800元 明显摸了一些美丽 你看到近期的用品股 最近有炒的好像炒过冬奥 没记错 炒完之后都已经没了样子 没了影子 一穿位就打回来 我想始终 昨天就出了数 看到都有增长 但好像说那些大行 都是削下预期目标 都不是看得太好 始终疫情都有影响的 内地的经济疫情差的时候 你令营这些消费品 那个叫做前景或者那个股值 都会有些影响 始终现在你说30倍PE 都不是便宜的 所以你要有这么多一段增赏才能做到 所以我觉得 你80多元买 暂时都唯有只有一个等字 如果你说未买的 我都觉得 其实都是只有一个等字 你这些图 你看到 你不上又不是 下又不是 都不知道要上哪 你说要明显转勢的 我想你起码要先摔穿70元 很简单 你70元两个顶 冲上去都下得 都破不了的 那你很难说过转勢了 我想要等一等了 下一个朋友 是 我想问的意思就是 很想回到88元 但是如果真的看不好 内地的零售前景的话 现在沽了它 忍痛会不会虧少了呢 这样的 会不会虧少了 现在百多元来沽 我觉得 你怎么说呢 最怕沽宇言弹上去 我觉得如果 形态很简单 如果你真的 我们微观点去看 如果你这次再穿55元 那些位置 其实就挺压烟的 因为你 现在就应该有一条 轻微的上升位 如果你说再穿55元 就怕它再次 50元甚至留下的 我觉得 你可以看着55元的大位 如果它一直都不穿的 那你就先守住 拼它再弹上去 不用了